民防部隊一名全職 國民服務役人員 慶祝退伍時 進入蹦警後逆斃 辭者的親友受訪的時候套路 他不會游泳 希望當局能夠徹查事件 給家屬一個交代 來看記者物理新的報導 22歲的郭彥晉 中士星期天晚上9點多 在大市井消防區慶祝 即將退伍時 進入深約12米的蹦警後 不再出來 他被發現時已失去意識 並在醫院被宣告不治 死者表姐接受本台訪問時說 遺體已送返馬來西亞馬六甲 臨堂擺至星期四 她說意外發生後 死者父親接到民防部隊的來電後 從馬來西亞趕出新加坡 但抵達時兒子已離世 死者是家中老二 父親為他申請新加坡公民 兩年前過來服兵役的他 原定星期天正式退伍 表姐的弟弟說他很害怕 因為他們講他就會天然 他們要丟他進水裡面 然後他弟弟就告訴他說 你怕水就不要跟他們一起玩 然後他其實一個月前 他也有告訴他的女朋友 就告訴他你還有你一點 告訴他們你不會有用 表姐也指出死者曾告訴家人 他在受訓時需要用救生圈 來進行水上活動 因此相信隊友應該知道 表弟不食水性 對於他的死 家屬感到悲痛 交往三年的女友在網上悼念男友 目前也守護在鄰堂 陪伴男友走完 人生最後一程 警方調查正在進行 民防部隊也會成立調查委員會 徹查這起事件